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任务丙务 腿丑务务 这个八字他就是说 很多人说他财很旺 以后身价会不会是千万级以上的 其实很多人都跟这一个当事人 有一个迷思 总认为财多就一定会怎么样 各位要记得 八字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而已 了解 他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你能不能够掌握住 其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八字里面 没有什么叫做绝对 他还是要回归到个人自己的一个努力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我们可以知道 火来生土克水 其实还ok 这个八字其实天干还好 但是这个八字里面 他比较注意的 一旦这个冷水消失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火生土直接来去克癸水 所以在天干来讲 其实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天干要特别注意 就是冷水的消失 他会造成日主受克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冷水要是不好的话 那会造成日主受克 我们就可以知道 会有什么样几个来讲的话 例如丁任何 或者是 雾 摘一个雾 摘一个雾 这一些都 都可以 摘一个雾 这个是他天干比较害怕的两个大运 那我们来看 他以他的地支火生土 其实地支算漂亮的 他的地支其实算漂亮的 那来说 他的一个地支 就很怕午火会消失掉 随便怎么消失都好 是被合掉也好 但他的午火 其实各位 你要知道他保护的非常好 因为子丑河 子水根本就害不到午火 然后你说害水 根本就也没办法作用 他来讲的话 地支 他会多变少的一种情况 那就是一个无畏河 那就是一个畏土 一个畏土来讲的话 会让他的财 怎样 偏弱 会让他的财偏弱 就是多变少的一个情况 所以 他的一个八字 整体性来讲 确实组合算很漂亮 所以有这种 那么漂亮的一种八字来讲的话 通常 就一定会有大成就吗 不一定 因为 我们说过了 运势 八字的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运势 但是你能不能够去掌握住 那是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 但是我们通常很奇怪 好运的时候都掌握不住 坏运的时候特别会掌握 因为要坏运 很简单 你只要基本上什么都不做 或者是做错的方面的事 你基本上就一路衰下去 那你好运是要有对的运 还要做对的事 各位 他才会有慢慢爬起来的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要成功 其实是比较难的 各位要清楚这一件事 所以 恭喜他 这个人确实他的八字是不错的 但是 能不能够真的成大功利大业 还是要看他个人自己的能力在哪一边 对不对 假如说 有一个好八字就能成大功利大业的话 基本上你就不用努力了 努力都是假的 但是八字只是跟你讲说 他给你机会 不代表会成真 但是很多人却把八字当做宿命 我这样就一定会怎样 但是在事实上 你可能转眼10年后就会说 我又没有真的像大家所讲的那样 为什么 因为八字本来就不绝对 八字只是给你机会 所以各位 不要在八字 再套上什么宿命的这一种情况 当你们在邦家论的时候 你这个一定会怎样 你去想想 跟他相同八字人有多少 每个人都会一样吗 你就不敢这样子去论断了 你要不了解 不要学了八字 反而被八字所困 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 结果 到最后 变成了 你说 批别人错了就算了 连带轮到自己的时候 帮你自己批的时候 你才发现到 你学了八字 反而误了你自己一生 该好运的时候没好运 不该衰运的时候 偏偏就特别特别衰 所以各位要谨记这一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